要問老師的問題是有關夏南瓜如果是蒸下去 要噴什麼油跟肥料 不久喝一次水 它這個蒸的時間會有分夏天和冬天來蒸 嗯 這個一般我們在說的 夏南瓜你不要被那個夏給騙了 這其實呢 它非常不適合在熱人在蒸 是非常不適合在熱人在蒸 那麼大概我們可以蒸的這個時間 我們通常就是這個秋天秋料 甚至春天這水都不適合 春天這水因為夠不適合 這種的材料比較不適合 因為它是溫度管的 那這個軌的品質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完翘啦 是什麼樣 這是我們在這方面的可能 你很容易去遇到的這個問題 所以一定要小心 那麼時間很重要 所以你有發現說 人家這個介紹不錯 比較熱人的時候介紹不錯 一直就想要在熱人的時候來蒸 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因為熱人你要蒸這個東西 這個真的是很拼命的 所以我是建議說 一定要照顧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你 可以接受的這個溫度 可能到二八度 三十度氣 差不多 它成功很差 但是 這種可能 甚至 如果是二八度 就開始準備要完翘了 對溫度相當的這個敏感 那麼有些這些我們 到來的這個品質 這種品質很特別 就是說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靜靠的這些品質 可能對這個隔溫 或是說甚至呢 對這個病害的更嚴重 所以 目前在我們 台灣算材 比如說 兩個品質 一個是在農友 農友種苗算材 另外一個就是 台南股農 改良頂院去算材 這些品質 這台南一號二號三號四號 那麼這些品質 它起來對白粉病 還是抗性比較好 所以這個選頂 最多的一個重要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不過就是說 它有幾個一個特性 同時 它也是 我們國內這個品質 都是酸較早生性的這個品質 剩下之後呢 差不多一個多個 五半個個 因為它收金隔 所以這個金隔 就可以採收 在國外 在國外他們在樓 差不多樓像補了那麼大條 像我們在吃的菜隔 這樣 樓到這個 你如果說小孩的手隔 我們台灣在吃 可能 不夠紅的手隔 那麼大隻 我們就可以去吃 那如果是在國外 他們可能有的 差不多大人的手隔 女生的手隔 這麼大條 他們的樓了更大條 但是 這個 採收的時間 比較沒什麼 一樣 那麼目前 在這個 國產的這個品質 我個人是因為 你的管理可能是比較好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小小的建議 那麼在這個管理上 你在採收 説行資訊 稍微看寮 寮 寮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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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寮 寮 有的就是七少 六少 兩少 一般 一般通常是兩千半 就是 你如果是 種相序 種搞 高 高屁 一前一後 一前一後 你可以種七少 二 七少 你整理股閉 你可以走地方 不用走高地 這種通常是 有這種 你如果是種單行 你就是四桌子 四桌子 你就是要走 你要走高高去採收 這是每一個人 有時候這種比較不一樣 這習慣的一個政策 這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那麼這個肥療 肥療的部分 他打底 其實他生中很快 所以一般我們都會建議說 初期在這個肥療的部分 你若是習慣四十三就四十三 有的時候用這個三十九 那麼你來把他打底 那麼生中的一個這個當中 這個東西呢 適當保持肥療 基本上讓他稍微大一點 這個五盒 大概是五盒 電腦到油 差不多在第四禮拜左右 可以留這種鋸比較高的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 你鋸比較高的一個這個材廢 為什麼不需要用四十三 因為四十三 他的這個 這種 零是沒有必要的 所以 有的人習慣 他說四十三就行 這個比較不適合 其實你若是可以用五盒 四盒四盒 這種的材質的方式 就是說讓他加起來比較高的 那麼這種的一個這個肥療 可能是比較比較好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這個東西對水分的 尤其是溫度比較高 對水分的這個輸球比較大 因為他怕熱 所以一定要小心 所以水分的一個管理 土民的保持適當的這個水分 這也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這個地方 那麼溫度在增 盡量不要增太慢 因為如果是熱人在增的時候 你若是熱人來增 這個熱人不會增節 你熱人如果增的隔溫 他的尾結果 什麼叫尾結果 就是說他在出來 剛才有看那個開火 但是呢 他火包不開 如果是這種情形 你就趕快把他抹起來 抹那個油鍋去賣 要更可以 但是呢 這三糧絕跡 而且 那三糧絕跡 也不說很好吃 但是有的人要吃一種 不過就是說 對我們生產者來說 就沒有那個 你不會 有人看起來真油 價格不錯 但是呢 這個賺不吃 因為那三糧絕跡 所以一般通常 我們是要 正常的這個天氣 要讓他可以受粉 要有一點點的這個 受粉 有一定的這個大小 不要太小 來給他拆收 那麼一種的 有的是說 開火那一天掛火 掛火在賣 這也有 這差不多 不到10公分 一塊一塊 他就 剛開火那一天 還是說要開火進場 他就賣起來 這也是另外一種 勝散的這個模式 這你可能稍微知道一下 你如果是熱人要種 我是不建議 但是呢 譬如說你春天這順 種 種比較慢的 你也可以選一個台南二號 這個 這個 台南二號 在我們 所有的這個品種裡面 他算比較多 比較多 那麼 在種的時候呢 要有一個 要有一點點的這個機會 所以呢 他現在種下去了 到六七月那裡 要再蓋下去 七月過就不會蓋 所以 不是熱人種 你一定要種 比較涼的涼涼 從現在呢腰又有辦法去植 現在到收收收收 收到五六月那裡 六月七月 可能呢上班啦 上班到七月就很 那運動館就很難 那運動館你就頒 金櫃喝湯 等待給他受粉 因為呢 啊 這個小小鵰子你就能幫忙起來 這這樣可能呢 效果會比較好 那麼 這一定要 適當的一個 這個採收 就是說 你跟班 他會繼續通園 差不多百百塊 這三兩期 這也還可以 那麼你在熱人的時候 就是說運動比較高 不是真正大熱 通常在春天這時候 種 差不多五六月 再收山 這樣 到四月 因為你從這陣子種 大概差不多四十天 三十五天四十天 就可以收了 那天氣比較順 沒有汙音 可能三十五天 他就能 他就能採收 但是那個運動館 他在採收的時候 一定要放得更近 你不能單一開花 你不能說 人家要大條 他會不會 所以你 高溫的時候 採收的一個 架 這個正常運動採收的架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是春秋 兩季可以去採 那麼 在這方面來說 大概就比較不適合 所以 這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這大概是這樣 這個管理上的提供 給你了解 如果有什麼問題 大家要保持聯絡